我們可以進入議程項目二 虛市的經濟效益和社會角色 因為我們其實注意到 立法會過往就著虛市的討論 都已經進入了一個相當的階段 就是我們從一個發展的角度去看虛市 而不是一個規管的角度 主席 好奇怪的 我發覺整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政府一份文件都沒有 沒有文件的 因為現在主席我們今天講過 就是說那個 對應虛市的經濟 和他的社會角色 當然我們要跟學者去談 但是政府可不可以都給一些尊重本會 對於整個經濟效益和社會角色 政府是一隻字都沒有 這個是第一 第二我記得由虛市小組第一次 開會我們都希望 起碼食衛衛生局局長 高應文都要來一次 局長不來 副局長都不來 其實我看到 政府對於整個虛市 就一點尊重都沒有 那我又不想難為王女士 因為我每樣東西都見你 剛才又見你 骨灰鵪又關你事 那虛市那些 又是找不到你那裏 即是你那些上司那些 全部都缺席 是不是代表政府 對於虛市 覺得都是不需要尊重 不需要理 為什麼會這麼離譜做到這件事 一張文件都沒有 我們坐了一些學者在那裏 那些學者就很辛苦 就這件事寫了很多不同的文件 但是你政府回應 他連最起碼的 即是以往都有一些背景 有些分析 政府未來的方向 那現在連這些最起碼的 功課都不做 那政府 即是 我不知道王女士 是否值 應該去答 但是高永文就肯定很離譜 即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 即是 還要恃著文望高 就藐視了本會的做法 我覺得是 予以選擇的 即是雖然他未必聽得到 為何可以這麼離譜的呢 這幾次議程的項目 其實一早就給了政府當局 但是很可惜地 政府當局 直至目前為止 只是給了兩版這樣的文件 今次的會議 即是一份文件都沒有 那我們無意說 即是不專門撞小組委員會 不過實際技術上面 因為撞了時間 所以副局 或者其他那些同事 就是出席不了 我自己就不太滿意 王女士你這個答案 因為你來和別人討論 你自己都要總結 政府之前的一些想法 或者有沒有討論的一些經驗 然後才互相進行交流 事後才進行討論 為何可以沒有預備任何的文件 以及任何的基礎 這樣和別人交流 就算你去出席公聽會 都會有兩版的文件 何況你和學者交流呢 另外一點就是 上一次的公聽會 團體和我都要求了 你們去提交一些書面報告 到現在你都沒有提交 這個是不是代表你們處事 是真的很不重視這個小組委員會 對不起 第一 對不起 如果是公聽會 是否事前有文件 是視乎做法覺議的 不是事必有的 當然也有些有 第二 就是說 上一次討論完之後 是有一些資料性的文件 是會提交 但是 就是實質的討論 去到1月21日或者以後 所以 那個資料性的文件 大家在談的時候 是說 可以過了這個會才提交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在會上面作補充 都可以的 但是 那個文件 是下一次 就是會之前 是會有的 上一次我是要求你們 是盡快去 就是提交這些書面報告的 而也都是很清晰 上一次的公聽會 是就著農曆新年的一些 虛史的安排 去進行討論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遲呢 就是新年都快到了 那這個政府究竟是 有沒有誠意去就著新年 去做出一些提議 或者是一些規管呢 那就是 在這裡其實 就是看不到 你們在處理這件事上面 是對本委員會是有尊重的 謝謝主席 哎 我真是都很少見到 那些官員在這裡 跟我們立法會在那裡爭 就是究竟你 需不需要 或者足不足夠時間 去準備一個文件 主席 這個是一個最高的民意機關 我們討論著一個重要的政策範疇 我們今天邀請了這麼多專家 學者來到 他們給了很多心機 有很多圖文並謀 我們都很期待 我相信他們有很多的 寶貴的意見給我們 不過作為政府呢 是有個基本責任 你來立法會開會 討論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你可以 騙言隻字都沒有的 一份基本文件都做不到 過去我們很多情況 在緊急的情況下 更加不再講了 就算普通情況 大半個月 一定是足夠時間 你準備一份文件的 是沒有借口 沒有任何的 即是理由 是可以說 我們來到這裏 不好意思啦 我們就沒有 你有你說 然後我就 口頭答夠就算數 這種基本的尊重 我希望今天的官員 要有 今天那些官員是沒有問責官員 這點我覺得呢 是非常之遺憾 也都是 尤其是 對於我們請來的客人 是一種的不尊重 我覺得 對於當局呢 是應該予以譴責的 而沒有文件交給我們呢 也是予以譴責的 這件事是絕對不能接受 即是不要跟我們講藉口了 你沒有文件 就是錯了 你下次立即要補回 因為如果連基本官方的立場 或者 你們對於虛視 我們今天的討論 那個範圍就是 虛視的經濟效益 和社會角色 你是完全沒有話說的話呢 那你愧為政府了 所以我希望紀錄在案 我是表示極度遺憾 和寓意譴責的